大家好!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說回去年2020年10月 我和Whoin的那場婚禮的準備 但因為之前我一直都還在工作 就沒什麼時間去拍YouTube的影片 所以趁現在有些時間就可以和大家分享 我們疫情下的婚禮是怎樣準備的 本來是想著旅行結婚的 但很可惜就是無緣無故有COVID-19的出現 所以我們就轉了 放一場LUNCH的BANQUET 就好像通知家人一樣 可以和他們吃頓飯 以及見證著我們這個大日子 這個WRENDING BANQUET是在灣仔那間Renaissance Hotel 在那裡辦的 其實我們就是6月的時候才下了DEPOSIT 我們下了DEPOSIT沒有多久 其實香港的疫情又很反覆 經常都不斷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這樣就很影響我們去計劃那些人數 可以有多少個人出席 什麼是沒有請到舊同事、朋友來我們的婚禮 除了姐妹那些、兄弟姐妹那些 限聚令只能剩下兩個人 那時候其實是真的 唉…在我心想 究竟能否擺放酒呢 不如直接註冊算吧 但是呢 夠錢又給了 這樣呢 問個酒店 它最多只可以POSPONE兩個月 所以就… 唉… 這件事 這樣呢 那時候呢 那個婚禮計劃 其實就是 酒店的計劃 主要跟我們去做一個 聯繫的 那它就很好人 它都可以… 真是… 每一次 政府出完一個新的 規定之後呢 它就立刻證了一個新的Floor Plan 給我們 尤其是呢 政府呢 在疫情期間呢 其實它是 always strict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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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吃飯的地方 和註冊的地方呢 是要將… 那些房間分開的 那樣呢 就不… 就連Live 我說想用Facebook 開Live 播放在電視機裡 都不給的 好幸好 我們本身是訂了一半的Ballroom 那之後呢 嗯… 因為旁邊那一半的Ballroom 那對新人呢 他們就打算Postpone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到旁邊那一半的Ballroom 去做一個 註冊簽子的地方了 那註冊簽子的地方呢 就只可以限住只有20個 嘉賓去做官禮的 那就是包括了 Camaraman 和 啊… 律師 對了 就是這樣 在十月四號的時候呢 很幸好就是政府有推出 可四人一圍了 那四人一圍呢 就想要一百人除開 那四人一圍呢 那就剛剛好整理 Oasis room,整個room,還有Concord room的一半了 是說餘人數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疫情之下,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限聚令 我覺得運動得不錯的,又不算太差 我覺得Reyansons這間酒店不像那些墨室 它有陽光射進去,因為它有天窗 之後可以看到Victoria Harbour 因為限聚令的關係之下 我們不可以邀請所有親戚一起上台 同一時間脫口罩一起拍照 所以我們也有安排到每一台親戚 跟他們敬茶 跟他們拍照 其實減低傳播率的風險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一點絕對不可以忽視 這也是一個可以給你們做參考的例子 謝謝大家 這次請到靠近 就是我們的診療